那您刚刚有提到白卡 刚刚有个听众朋友们 一问的这个问题 也是跟白卡有关的 再一并请我们的章先 帮我们解说一下 他说他自己本身呢 已经在用政府的这个Medicare 在用白卡的这个部分 那他最近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想回国去大概两个月 那他之前听说呢 白卡这个东西呢 这个政府福利 是你一旦出国之后 过了一个确定的一个时间 那他会失效的 那真的有这回事吗 那万一真的失效了 两个月之后 白卡的这个资格已经失去了 他回来以后该怎么办呢 要重新办重新申请吗 还是说这个白卡 自己会感应到 他已经回国了 又开始自动生效了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 天宁保险章先 帮我们解说一下 嗯好的 关键 他的出国两个月 关键在于 他有没有拿SSI 也就是低收入者的 那个政府 加州政府的生活费的补贴嘛 那你想想看 政府说 你既然可以离开 美国两个月的话 那就表示你的经济情况还可以 你为什么还在拿SSI呢 哦哦哦 所以他就把你白卡取消了 也就是说政府说不能超过28天嘛 也就一个月啦 政府不会那么真的去给你算一天两天 但是呢 当你一旦又回美国入关的时候 国土安全局的电脑上面都会有显示 那他只要问你一句话 老王 你离开美国多久了 嗯嗯嗯 那老王不是不能够 对不对 对 两个月又三天 是 那很可能 他们会让你进来了 就不会把你的白卡取消 那也有的是 你是累贩 你常常是四个月 六个月 八个月的都留在国内 嗯嗯 那他们就会认为说你不需要白卡 哦 哎就把你白卡取消了 但是呢也没关系 还有一个你可以找移民律师 再把他要回来 哦 OK 好的好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哦 尤其疫情期间很多人这个一滞留在海外 就会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那其实找对专家有经验的这个保险专家 就可以把你引到这个正确的方向做对的事情哦 再次谢谢我们天宁保险张念廷先生 帮我们做了解答 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 谢谢 拜拜